大部分剪接室确实都是熬夜在上班在工作 他是节目剪接师 平常都要等白天节目录影完 晚上跟时间赛跑 剪出完整的节目内容就是他们的工作 但之前劳基法第49条第一项规定 雇主应该保障女性夜间工作者 必要的安全卫生措施跟计程车等交通工具的安排 因此不少公司都会提供夜点费 交通津贴或者是夜间工作津贴 但现在大法官解释限制女性夜间工作 违反保障性别平等的概念 因此八条立刻失效 换句话说这些津贴可能马上就没了 算过如果我自己要付700多块 其实一个薪水大概三分之一就都要付交通费了 没道理上班还要自掏腰包 不就等同变相减薪吗 但现在随着大法官这样解释 没有法令保障 这些津贴也变成雇主自由新政 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他们 照三班制轮班的护理师 也遵照劳基法第49条规定 女性在怀孕跟哺乳期间不能止夜班 只是现在大法官解释后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今天这第一项事项 那第四第五项真的就像劳动部讲的不影响 49条的三项是都还不受影响的 所以就是现在是还有其效力的 尽管劳动部说不受影响 但细项规范还是得再带回去了解 只是原本保障女性劳工的美意 随着性别平等的解释而取消 后续的配套保障措施若没有做好 与法也无惧可以讨 TVB新闻卢宏伟佳琪台北三分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X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同时用手机下载TVBX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焦点等你哦 小铃铛 合红